我们察觉到支付给木可的总共有16笔 包含一笔退回的款项 那么总共是15笔的款项 总计是3200多万元 麻烦请下一张 把它分为四大支出项目 其中也有一笔授权金 上校小组认为这个授权金 似乎有过高的一个状况 下一样 为何会有这么高的授权金 首先我们必须先从柯文哲主席 还有木可公司 以及竞选总部三方的关系开始说起 在大选期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外部厂商 来跟竞总联系 希望能够取得竞总 或者是柯文哲主席本人的授权 要来制作竞选小物 那么我们同时呢 也有非常多的协助选战的需求 包含行销宣传等等的事宜 那么2022年的时候 木可公司成立 他的董事长是李文娟女士 那么当时呢 柯文哲就将他自己的肖像权 授权给木可公司 也就是委托木可公司 来统一对外 来进行相关外部厂商的 一些小物的授权 要有这个肖像权的授权 才能够进行小物的制作的事宜 那么同一时间呢 在2023年的5月20号的时候 竞选总部成立了 竞选总部成立 我们也需要木可公司来协助 很多选战相关的需求 因此在竞选总部这边 跟木可公司 也订令了一个契约 双方是一个友好合作的关系 也就是由木可公司 来协助我们做很多的公关 还有宣传 跟小物兑换等等 比较一些繁琐的一些事物 为由木可公司来协助处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我们会需要给他一些作业处理费 以及授权或者是委托金额的原因 下一页 好的 那我接下来进行这个时间流 跟大家进行一个报告 刚刚已经提到了有两个约 第一个约是柯文哲主席 授权他个人的肖像给木可公司 另外一个约是木可公司 跟竞选总部之间 签订的一个合作的契约 那么柯文哲主席 他授权给木可公司 全权处理他的肖像权 因此他也收取了肖像权的费用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总计是450万元 这个450万元 柯文哲主席当时就是设定 这些肖像权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本来就是要回馈党务 所以全部用于民众党的事物 以及捐助给公益使用 另外呢 在我刚提到的 2023年5月成立了竞选办公室 开立了政治现金专户之后 也委托木可公司 来协助我们处理 捐款小物 还有呢 外部宣传等等的事宜 所以当时竞选总部跟木可公司 也签了一个约 这个约是竞总呢 会提拨销售的总额 也就是这个小物的销售总额 不高于10% 来给木可公司 作为授权的费用 但是这个授权的费用 为何会高达1500万元 在整个查账的过程当中 商务小组也不断地询问 木可公司 到底这个授权费用的来源 还有一些项目以及凭证 希望能够完整的出事 因此我们发现了 木可公司 还有竞选总部 对于授权金的理解 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请下一页 这边是我们跟他 竞选总部跟木可公司 合约的内容 也就是针对斗内换小物 委托他们来处理 管理相关的费用 麻烦下一页 再下一页 好 这一页就是来自于合约的争议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政治现金 主要分为两块 一块是纯粹的捐款 纯粹的捐款指的就是支持者 他要用不管是现金 或者是信用卡 汇款等等方式 可以直接进入到 政治现金的账户 直接给候选人 而另外一块呢 是所谓的斗内换小物 这个斗内换小物的意思 就是借由一个 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上去斗内了之后 可以换取相关的小物 作为纪念品 当中的落差就出现在这边 竞选总部制作小物的成本 大约是1400万元 按照契约上头的精神 原本设定的是 这些小物的成本的总额 将近1400万元的10% 也就是大约是140万元 是可以提供给木可公司 作为授权管理费 但是木可公司却认定为 是整个全部斗内换小物 在第三方平台上所有的金额 也就是高达1.5亿元 乘以10% 也就是1500万元 当中的落差就在这边 竞选总主张139.9万元 木可主张授权金是1500万元 这当中的落差 我们感到无法接受 下一页 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合约的内容当中 木可公司主张的是 他们的作业管理费值的是 整个均款换小物在第三方平台上 所有产生的木款总额的10% 而竞选总部的主张是 小物总值的10% 作为作业的管理费 因此下一个阶段 商务小组要求 请下一页 我们要求木可公司应该要退回 争议的款项1360万元 也就是我们委托他们处理的作业费 应该是小物成本的10% 大约是140万元 他们总共向竞选总部收取的 1500万应该要减掉 139.9万元 因此必须要返还 1360万元这样子的金额 下一页 好 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求木可公司 必须要返还一收的金额 除了这个授权金之外 其他相关的交易往来的记录 以及凭证 我们也要求木可公司 必须要禁速的出示 委由双方的律师 代为处理后续的争议 并且禁速返还争议的款项 谢谢大家 好 那么你刚刚看到的就是 我们针对 除了政治现金查账的部分 还有针对木可的金额往来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很清楚的 要跟大家支持者们 还有我们社会大众来清楚交代 到底我们的这一段时间 遇到的问题跟状况 台湾民众党绝对不会将任何一毛钱 任何一个支持者的捐款 拿来做不当的使用 不当的利用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 也要有请台湾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上台 来为大家说明 我们在这段时间 查账完之后 台湾民众党接下来 会继续如何的往前进 有请主席 好 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 还有在网络上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2024总统大选政治现金申报的风波 还有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 重创了本人跟台湾民众党的声誉 形象 也造成各界纷扰 特别是也让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朋友们失望 我在这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 政治现金申报的部分 一发现问题我就下令要彻查 经过刚才的解释 大家应该都有初步的了解 全都在了 他只是会计师登陆错误 还有我们这边没有复合 造成了这个乌龙 那 这是我们调查的结果 不过当然进一步还是要接受外部的集合 那 在得到签证以后 再去向监察院做补证 还有先调查局 报告我们的调查结果 这次的事件 我还是要负责最大的责任 因为我错在完全的信赖跟信任 你知道 来钱款的 只要财务长签合就发行了 就放行了 也没有这个 審查跟集合的机制 那 台湾民众党从创党之初 可以说是举步为鉴 我们常常跟台湾的中小企业在一开始发展的一样 要一个人身兼素质 你知道 这次的大选 我们 靖总财务长李文中的妹妹 是 木可的董事长 但是她同时也兼任 靖总的出纳跟会计 原本想要节省人力 你知道 结果变成没有监督 我们赔掉了整个财政纪律 也让大家失去了对柯文哲跟民众党的信任 並不知 谢谢观看